各縣市議會屢告貪毒 詐領助理費事件 由於市議員財產申報 並非像立委一樣 可以從網路上直接查閱 被認為不夠公開透明 導致弊案接流發生 民眾要到約市議員財產申報 必須到監察院先行填單申請 在越南的過程中 只可以用看的 不得操寫也不得翻拍 根據監察院統計 民國一百零六年到一百一十年 民眾申請查閱 市議員財產申報 查閱建數累積共兩千零八十八次 當中直轄市議員就佔了一千六百七十六次 達到六十五% 如今行政院提出修法 現任者加上各地直轄市 縣市議員等候選人 財產申報未來也要公開上網 適用人數多達五千人 回應民意的一個需求 這次這個修法 把這個縣市議員及直轄議員 列入上網公告的一個對象 候選人這部分 也銳入一個公告的一個對象 至於政策修法 市議員們普遍認同 政院拋修法將議員財產申報未來可以公開檢閱 畢竟公職人員需要被檢視的不單單只有證件 相關財產也應該比照其他公職標準 三列宣言軍搶馬去國安台北報道 畢竟公認另外一部 劇院於早前二部 政策修法 將銀行禮